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 万物流转 调教生命的罗盘 静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蔬食好注意 大家好 阿弥陀佛 今天我们来为各位介绍第一道美食 是公保腰果腐皮 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 食材有哪些 有芹菜 干辣椒 腰果 花椒 杏鲍菇 虎皮 调味料有哪些 番茄酱 酱油膏 橄榄油 糖 黑醋 白醋 透过这些食材 我们就可以做出美味的蔬菜料理 各位菩萨 大家好 阿弥陀佛 今天我为大家来介绍的是 公保腰果腐皮 然后首先我来先来做 我们先把这个杏鲍菇 今天先把它切条 那我们先把它切片 然后再来切条 我们这个公保呢 对身体很好 这个干辣椒你要买那个新鲜的 比较健康的 不要买那个 一来的时候就黑黑的 那个就是代表它放很久 我们做吃的 要做给家人吃 不管是给谁吃 我们就是要挑最好最新鲜的食材 像我们今天这个杏鲍菇很新鲜 然后我们就很简单的把它切条 那切条的时候 我们这个腐皮呢 我们可以自己炸 也可以买现成的 那今天我们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就先做现成的 那一 一般四片就可以做一大盘了 就可以吃了五六个人了 我们已经有炸过了 但是我们今天是因为要做公保 所以它这个软软的 所以我们可以 把它稍微用油锅 把它再烙一下就好 时间也不能太久 这样它会太硬 那我们现在刚才有先开油锅了 这个温度刚刚好 也不要太太热 那利用这个时候呢 我们先来做先来炒 炒这个杏鲍菇先来炒 那我们少许的油就可以了 我们这个豆皮已经是有炸过了 所以这一道菜会稍微油一点 所以变成说这一要炒菜的时候 油一汤匙就够了 一汤匙够的时候 我们先把那个调味 先把它炒香 我们这边有那个花椒 花椒少许就可以了 油温不能太热 太热这个花椒会苦 那这个甘辣椒呢 因为我们是已煮食 所以甘辣椒要差不多 要快一碗才够 这个量可以倒一碗 因为我们甘辣椒要先把它爆香 那爆香这个东西的时候 不能太大火 太大火的话这边会苦 然后这个时候的下去 我们就把刚才炒的 切的这个可以下去把它炒香 那在炒香的时候 等它炒香的时候 我们这边的油锅 你看已经快的差不多了 很简单的 把它捞起来 好 捞起来的时候 就可以等待这个 这边好的时候 我们来调个味 这一套菜非常简单 你们在家的时候啊 油不要那么多的话 你也可以把那个 用煎的 用烤的 把豆皮弄烤的 只是它不会那么酥脆 那如果像这样有炸过了 它会酥酥脆脆 因为现在的人都不爱吃炸的 这一道菜是示范给你们看 如果你也可以不要用炸的啊 那我们这边一边在炒香的 那火也不能太大 好 要小小的火 把它扁香 你看味道都出来了 味道都出来了 然后我们加那个少许的那个 酱油也先加番茄酱 然后我们也可以加一点那个 蚝油或是里有酱油糕都可以 那酱油做基底 颜色不要那么深的话 酱油就少许就好 然后加差不多一碗的水 先把它煮热 把它东西都煮好了 香气都出来了 香气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要起锅的时候 要加一些黑醋跟白醋 那我们刚才都已经有加了 那我们现在剩黑醋下去 白醋一汤匙就好了 那因为有酱油 我们没有吃什么味素的 所以这一道菜要有甜度 糖要差不多半汤匙下去 等调味都差不多了 然后黑醋下去 味道都出来了 有没有简单 所有的食材把它夹下去 那起锅时我们再来加这个芹菜 还有加腰果 腰果你首先我是在家先把它先做好 我是买生的 然后慢慢的烤 我是用烤的 一滴油都没有 我都用那个烤箱去烤 你们也可以买人家做好的 你们回来很方便 那这个味道都出来了 然后我们刚才做的豆皮下去 有没有简单 这样就完成了 一道菜就完成了 把它融入都可以的话 那芹菜就把它摆下去 让它味道还不错 它会收汁 那豆皮它本身会收汁 然后我们这个菜 有没有多简单 你们在家都可以做 那腰果等我们做好的时候 再来把它放进去 你们如果辣度敢吃多一点的话 你们辣度就可以多加一点 那如果大家喜欢吃清淡一点 你就可以水多加一点 那也可以把它那个 辣椒的部分 不敢吃太多的话 就不要加那么多 那我们把那个芹菜 放上面很漂亮 也可以切断的 切断下去炒香也可以 那腰果就是等你都好了 就摆上去 因为才不会说 腰果下去炒 它就脆度不够 因为我这个都没有炸过 变成是油 是用烤的 比较没有油 因为这一道菜本身 豆皮已经会稀油了 那这样就完成了 各位菩萨 这样做菜有没有很简单 谢谢各位 调味料 番茄酱 酱油膏 橄榄油 糖 黑醋 白醋 做法 一 杏鲍菇切条备用 将腐皮切条下锅油炸一下 二 加一匙油 炒花椒 干辣椒爆香 再加入杏鲍菇拌炒 将炸好的腐皮捞起备用 三 加少许番茄酱 酱油膏 和一碗水煮熟 再放一匙白醋 半匙糖 少许黑醋 四 起锅前再放入腐皮 芹菜 拌炒融入 即可起锅 最后再撒上腰果 即完成 阿弥陀佛 接下来为各位观众示范另一道菜 水果 首先我们先来看 食材有哪些 有葡萄 有红萝卜 桀瓜 小黄瓜 柠檬 小番茄 苹果 山药 还有 那个葡萄干 水蜜桃 五蛋沙拉 奇异果 调味料有哪些 有糖 盐 番茄酱 白醋 透过这些食材 我们就可以做出 美味的蔬菜料理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今天要为大家示范另一道菜 水果沙拉 现在我示范给你们看 这个山药跟红萝卜 它要先清蒸 山药也可以不蒸 直接吃生的 然后也可以用马铃薯 不一定一定要山药 也可以用洋地瓜 也可以用地瓜 那我先先来切一些 我们今天的食材 这个结瓜 我们都所有的菜 我们都把它切那个 丁 然后做起来会刚好 颜色会 比较好配 然后小孩子咬啦 老年家咬啊 比较刚刚好 所以我们今天都把它切为丁状 那丁状是 先切片 然后切条 那条切好 我们再来切丁 这个颜色看起来就好健康的样子 所以这个水果沙拉是夏天 大家老少闲女都很喜欢的 我们切好先把它放着 那黄色的也出来了 然后我们再来切绿色的 绿色的小黄瓜 它可以把它切成差不多 这个没有纸 切起来会比较好吃 一样一条应该半条就够了 但这个都是我们没有用那么多 就不用切那么多 家里面在用的东西 有时候没有那么多人 你可以做少量 这个食材都很方便买得到 那我们那个奇异果 奇异果我们先把它削皮 奇异果一般像这样子 我们应该也把它弄一颗 因为水果多吃一点很棒 奇异果对身体非常好 现在我们台湾的水果大产 那你喜欢加什么水果都可以 你也可以加草莓也可以加一些比较不同的 香蕉也可以加 今天我准备的食材 因为很多样的 所以就没办法全部加下去 你们自己在加 只要家里有什么方便水果 冰箱拿出来就可以做了 这个水果沙拉 它的主题 你可以山药为主 也可以小黄瓜为主 也可以我是喜欢用马铃薯 因为马铃薯它第一会有饱足感 然后很多人也很喜欢马铃薯 我们一样把它切成丁 你看奇异果切起来多漂亮 不要太小 太小会感觉到都找不到食物 才会有口感的感觉 那我们小 一般我们番茄可以买小一点 那因为番茄最近番茄比较少 因为冬天然后又我们这一次又是下下一点雪 所以好多水果超少的 那我们这个番茄它也可以代替那个樱桃 樱桃因为现在比较少 然后有的人买罐头的樱桃 那我是建议说我们吃食材的就用新鲜的番茄就可以了 那这一道菜呢就是准备的时候 会觉得怎么比较久一点 那其实等一下拌一拌非常的容易 我已经先把那个马铃薯跟红萝卜先做好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先把它做好 那等一下我再拿出来 先把这些该准备的东西先准备 所有的东西你都把它切成丁块 那你就好做事了 那柠檬我们先压就可以了 这颜色看起来都 色彩都看起来很健康 那我们柠檬先把它压成汁 那柠檬要切的时候可以搓搓它 它会比较汁会比较多 那柠檬我们先把它压汁 压好放旁边 那刚才已经有教你们先把 马铃薯跟红萝卜先把它做成蒸好 用电锅蒸 柠檬一颗就够了 因为我们等一下会加白醋 你光靠柠檬的味道 可能那个味道不够重 柠檬是香气 所以最好是现压的柠檬 现在柠檬现在好多 今年柠檬很多 台湾真幸福耶 好多蔬菜 像到我那天到了那个尼泊尔去 我以为我看到那个 一个蔬菜叫做不啊 就是胡瓜那个 我想说台湾很便宜 结果我就 就大家一起出门都没有吃到蔬菜 我就买了一个不啊 台币300多块 我才知道多幸福啊 台湾那个不啊 几十块就有 所以我们在台湾 蔬菜什么都很方便 那我先把这个食材 蒸好的食材 先拿出来 就是像电锅这样子 我就把它东西下去蒸 那蒸好了 哇 因为食材关系这样很方便 也可以用马铃薯 也可以用山药 大家方便都可以 然后呢 我们先把酱汁做起来 现在要做酱汁就是 柠檬水下去 柠檬水下去 然后呢 我们就加一点糖 我们食材这么多 糖要差不多平平的一匙 然后我们要加一点那个 那个 盐巴 盐巴一点点就好了 就让它有感觉到 已经有咸了 不然都是甜的 然后我们的沙拉呢 就买五蛋的 把它挤下去 全部都因为这个量 沙拉差不多一包 小小一包这样 把它都做出来 沙拉也可以自己打的 只是时间会比较长 加白醋去打 用橄榄油去做 用橄榄油去做 我们要有一点颜色 看起来才不会白白的 所以我们这个 番茄酱是做颜色的 番茄酱是做颜色的 番茄酱是做颜色 它才不会 才不会那么干 因为这个东西会干 所以水你也不用加太多 或是说你要加那个 柳橙汁也可以 加甘蔗汁也可以 都可以 只要家里都有的 你要有一点水分 一点水分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马铃薯 它本身会吃一点会干掉 所以你打这个汁要打到有一点水分 那打这个汁就是要 打到全部都均匀 差不多都有到的均匀 那这一碗呢 又有糖 又有一点盐巴 然后我们要加一点醋 刚才已经加柠檬了 那我们再加一点醋 醋是一种提味而已 因为我们刚才柠檬香已经够了 就这么简单 那先把我们的食材放进去 看你的量有多少 差不多这样就够了 因为食材这样就够了 好 那我们要来做一些装饰品的 很简单的装饰品 我们把苹果呢 一样把它切进去 然后苹果呢 不削皮也可以 你要把皮要洗得非常干净 然后苹果我们直接一样把它切丁 拌进去 苹果一样拌进去 把它切 非常简单的切丁 这一碗 这一碗真的是太多的水果 然后又不会饿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要把食材 放在最上面 这个东西呢 我们拌好 它已经味道都在里面了 那有些食材 我们是一部分留在上面 一部分呢 就是让它可以 让它可以在上面 这个桀瓜呢 全部放进去 然后留一点呢 留一点我们要做颜色 有些我们要做颜色 这些不能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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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加蕃茄酱 但是你并不多 所以你颜色也不会觉得说 怎么会加蕃茄酱呢 颜色就很好看 好 那我们这些就是要摆饰的 东西都摆饰下去 很漂亮 什么颜色都有 这葡萄干买比较甜的 买比较有质感的 哇 多快啊 做这个沙拉有多快 已经完成了 那我们带来的这两道的菜肴 那这些菩萨们你们会了吗 我再帮你们介绍一下 谢谢你 水果沙拉 食材 葡萄 红萝卜 结瓜 小黄瓜 柠檬 小番茄 苹果 山药 葡萄干 水蜜桃 五袋沙拉 奇异果 调味料 糖 盐 番茄酱 白醋 做法 一 红萝卜 山药 先拿去蒸 将结瓜 小黄瓜 奇异果 番茄 水蜜桃 切丁备用 二 柠檬榨成汁 倒入碗中 加一匙糖 少许盐 五袋沙拉整包 半匙番茄酱 还有少许水 搅拌均匀 最后再加少许醋 提味 三 将蒸好的红萝卜 山药 放入碗中 切苹果丁 并将所有切好的食材放入 再放上葡萄干 即完成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代表佛陀的身体 第二个呢 付持佛陀的口液 那我们叫多印经典 佛书 去推广 第三个 付持佛陀的心 那是代表什么 舍利塔 佛塔 转经轮 所以希望各位呢 我们要发起大造 大型的转经轮 小型的转经轮 大小的舍利塔 来 放置在任何地方 让大家有机会 接触到佛陀的教训 佛陀的心 来圆满佛陀的深口力 阿弥陀佛 生命基金会 募集菩萨大德的发心 共同供养佛陀身与力 专业世界进化人心 欢迎护持佛像 经典 舍利塔制作 报播账号 1965-8482 1965-8482 富民中华印经协会 新逢准提菩萨圣诞 举办八观斋戒法会 即修持准提法门 佛为敏念未来诸众生的缘故 宣说过去七句之准提如来等 佛母准提陀罗尼 若有四众受持此咒 满九十万变 无量节来 五无间等一切诸罪 西皆灭除无余 所在深处 皆得直欲诸佛 所有资具 随意冲除 素得成就无上菩提 修持准提法 蒙诸佛庇佑 光明广骗照 灭罪征服会 恭请赞江法师 赞同法师 共同组法 日期4月27日星期二 上午八点半开始 下午两点 念佛共修 即准提法修持 地点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3989-8686-03989-8686 敬请与会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 现场备有免费消灾超建排位 供大众填谢 今天是六摘日 为四大天王视察人间善恶之日 劝请大众持守八观灾界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饮 不忘语 不饮酒 不眠坐华丽之床 不着香花蔓 不香油涂生 不观听歌舞 不飞食食 也就是池摘或舞